七谷区五一嘉年华在百福国中登场 来自七谷区三百多位热爱跳舞的妇女 而长者跟着音乐旋律摆动身体 也打起了楼栗球展现运动之美 很容易很容易你不会掉球就捡起来就好了 那我们还有跳舞的不一定 你看我们刚刚也有指弹鼓 所以说这是可以以静自动的 不一定是说会不会的问题 只要大家肯走出来 只要走得出来 那就是对我们社会的一大贡献 不要窝在家里就变成了身体 什么病都出来了 五一展的活动我们也行之有年 这个对我们国民的健康 生活的提升 有相对的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 包括基隆 柔力球 活力健康舞 土风舞 太极舞等团体 依序进行表演 其中不乏银法族也跟着舞动 享受舞蹈乐趣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七土区的 第一位理事长李永亮来办理这活动 也是第一次我们把五一推展到各区 明年在七土区还要办理 七土区的社区全民动 让我们的基层大家做运动 身体会健康 也非常谢谢我们小爱爸爸市场 大力支持我们的运动 谢谢一位全力支持我们体育会 办理的所有的竞技 全民的运动 市长谢国良 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议员张肯辉 曾宜芳 蔡旺莲 和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婷 都特别到场参加 肯定金融市体育会推广体育成效 鼓励金融市民多运动 其实舞蹈 舞蹈让长辈们 让姐妹们 让很多长者们 大家都可以运动 然后健康流汗 因为现在运动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真的一定要提倡 更多的运动 我们国人跟我们的市民 才会拥有更多的健康跟平安 那我们也感谢 郑锦州理事长 在这一路上 对于金融的体育活动 都推动不遗余力 三百多位民众 齐聚百福国中礼堂 以舞会友 展现舞异特色 也享受运动的乐趣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好 好 好